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婉瑜 魏忠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这个辛苦的当主席 的确不容易 对对对对 访问的时候 路上有地震你知道吗 对在开车没有什么感觉 你会害怕地震吗 会害怕多多少少会啊 因为台湾其实本来就是地震带 然后加上之前我们的确经历过921 还有后来其实很多地震都会看到 会造成一些些灾害 我想大家应该要有这个危机意识 但是不至于到害怕 OK 你现在很冷静 我非常冷静 我非常冷静 OK 说到这个时代力量 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 你现在是两次做当主席了 对算是 当初也是家里有事情 然后开始从社会运动 后来时代力量对你很支持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而进入政坛 是 那是2020年吧 2019 然后2020 2019 这样也四年了 是没错 四年本来只是好像回馈人家时代力量一样 后来又当了立委 当了立委呢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退党的退党 脱党的脱党 这么一些情况 你又当了党主席 是 然后今天选举呢 成绩不佳 你又想说不要做了 回到社会去做 好像要做什么学校 是吧 对其实在 应该说从政之前 我原本就是我的孩子都是自学嘛 就是他并没有进入学校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就一群家长 和一群老师们独立工作者 我们希望能够来办学 所以原本其实有在进行当中 那从政其实是人生的意外和斜杠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进入到政治里面 用这样子的角色去推动更多的事情 好像应该要好好的把握和珍惜一下 对对对 就做了这么几年 我说有很多人离开这个党 不是转党的就是退党的 有些文胆也会去做自己的脸书 没错 那你现在是党主席 你现在又经过这2024选举并不理想 后来你本来想回去社会 继续做你的那些学校还是什么东西 后来呢 然后又不就又选到这党主席 又搬到小办公室等等等等 很辛苦 非常的辛苦 对 很辛苦 的确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对那你现在怎么看时代力量 对一个党主席来讲 你慢慢讲 你讲话速度蛮快的 对我讲话速度一直都很快 还在继续努力当中 我都训练自己要说话慢一点 我帮你讲话就更快 哈哈哈哈 因为我发现我的记忆力不太好 有时候讲太慢 会忘记要讲什么 所以就会不自觉的一直加速 你是金牛座 我是金牛座 金座应该很稳定的 不会跳跃思考啊 对我不会跳跃思考 所以其实是蛮按部 九班执行事情的人 所以现在 时代力量当初曾经是国会第三大党 对 现在我就是经过一些过程 你怎么带这个党 其实的确就如同伟宗哥说的 就是2024的状况之下 尤其是我们没有 不止没有达到5%的席次 我们连3%的政党补助款都没有拿到 这的确对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但我觉得这还是回过头来思考的是 到底台湾怎么看待时代力量 和时代力量是什么样一个政党 我觉得的确不可汇言 在台湾整体的选制之下 让小党透过选举能够获得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台湾必须要有时代力量 或者是有很多 愿意为了理想 为了台湾未来来打拼的政党 那当然我在 从政这条路上 是因为跟着时代力量一起的 因为时代力量给我这个机会 同时过去在小冬炮事件当中 也是很多时代力量的 这个律师们给我支持 那当然我觉得 不是因为为了报恩而已 那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我在政坛这四年来的看见是 我觉得的确 因为各主流政党或者是很多民意代表 会为了很多主流的价值在服务 主流的族群在服务 可是政治其实是为了 所有的人民在努力的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价值 不同的议题 不见得会被看见 没错 没错 而时代力量 我觉得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其实因为你的背景 就是说家里的事情 所以很多儿少的问题 你应该是有所护神的这种形象 因为大家觉得你最应该最有同理心 可是现在因为 现在中央你等于没有国会委员了 没有这个立委 没有人在中央做谁做公务 你现在只剩下一个乡名代表 五个地方 对五个地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像就我所知 像我们也是做公司各方面一样 你说一个政党党主席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人像你们会陈勤 尤其很多人会陈勤 像台湾你也说 女儿事件也好 或儿烧问题 其实有增加这几年 所以你红正这几年 你发觉还更严重 但很多人像你们陈勤 像我们陈勤 你怎么在解决这问题 当你手上没有什么 所谓这种武器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台湾很珍贵的 就是说人民的力量和社会力 其实是很足够的 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说 在过去十年 从318之后 其实整体的社会的力量 其实是被分散 但是却没有被凝结起来的 但我们能不能再成为 这个社会率凝聚的这个平台 我觉得是我们在这几年 一直在努力在做的事情 就彤彤彤彤彤刚才提到 过去我们在立法院 因为有立委的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为人民发声 但今天我们即使没有了 我们还是应该来 为这些族群发声 对 怎么做呢 是 举例来说 像我们现在看到最近发生的 不论是这个儿院事件 其实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凯开的事件 或者是合上性剥削的议题 其实都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来看到 但不会有我自己觉得 在这一届的立法院里面 大家会有情绪 会有质询 可是好像没有人能够 做比较深刻的议题 去爬梳我们整个系统 我们整个政策 哪里出了问题 那我觉得这就是 时代力量的角色 时代力量是一群很执着 在推动社会改革的人 聚集而起来的 到现在还是有这样子 基本已经存在 是 当然非常的清晰 又有很多新的年轻人 比如说2000年以后的 很多人入党 这次虽然你们选的不好 又很多人给你们鼓励 又很多人有给你们 所donate各方面来讲 对不对 你有看到一些希望吗 对我觉得的确看到一些希望 就如同刚刚韩伟忠哥提到 其实我在选完之后 的确有思考是 我要不要继续留在政治圈 因为从政对我来说 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像我们的角色 人身攻击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非常的恶毒的 所以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但我觉得回头来看 是在选完之后 对于我们的支持 好像不只是只有万席而已 而是当立法院没有时代力量 大家好像有点意识说 好像哪里怪怪的 很像很多重要的议题 找不到人可以讨论 很多重要的事情 找不到人可以来做推动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我们会做的事情 做得更好 而且做得更清楚 你们有没有时代力量 有没有 就是说其实有 简单来讲 其实有很专注的 如果这个党是小的 可以很专注于某一方面 其实是 你们开始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我们干脆时代力量 我们现在就算 国外国会 没有所谓的立委 我们看有什么方法 专注某一方面 有没有这样想法 有 其实一直都 专注在某些领域 但我们现在会更加熟练 比如说 大家想到交通安全 可能大家想到的人 是时代力量 想到儿少 虽然现在有很多委员 是儿少委员 但是可能还是会想到 王安玉 想到时代力量 想到环境议题 想到土地的议题 大家想到的 应该也仍然是时代力量 因为你在过两个 两个委员会 而且就统计来讲 你参与的提案 大概有400多 非常多 那连署120几个 其实量很大 是 代表你非常努力 可是你也知道 这个提案各方面来讲 需要很多人的合作 等等等等 这方面不会挫折吗 到现在 我觉得政治有进步 就是 的确我觉得在跟 个人利益 或是团体利益 有非常明确相关性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攻防 但是对于这种社会进步 或者是该改革的部分 反而我觉得空间 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大家一定 不会反对 有人来立法保护儿少 但是大家会不知道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让儿少的保护 能够更加的周全 所以一旦我提出 相关的法案的时候 其实跨党派 不论哪个政党 都会来支持我 所以刚才提到 我们不只是联署很多 我们不只是提案很多 其实这四年来 我推动的法案 已经通过183个 光是这个数量都非常多 OK 那现在就是 我说山梁就是没有立法委员在国会里面 你们怎么做呢 会结合其他的政党吗 帮忙吗 我们没有直接去跟某个政党做连接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凝聚这些 NGO们或者是社会倡议的团体 我们很具体的提出来 我们认为政策应该怎么改 法规应该怎么改 再提供给立委吗 让立委或是让我们政府能够听见 就是对象会是立委 又或者是政府 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提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做 好 了解 在这段的最后我问你 你会以后有很好的 所谓的一些议题 你会请黄国昌提案蛮厉害的 口才蛮好的 你会再需要他帮忙吗 我想只要是对的事情 和重要的价值和政策 其实大家都 我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努力 做重要的事情 就是黄国昌以前是 这个中国党主席 对时代的两个力量 再和他脱党 他去别的党 有机会你还是可以找他帮忙 当然 我觉得所有的委员 我们都非常欢迎来一起推动 因为的确要推动一个法案 或是要做社会进步 不会只靠一个委员 或是只靠一个政策 了解 但不排斥 当然不排斥 漂亮 一定要的 因为非常重要 好 我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远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很辛苦的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瑜 跟你聊到说 因为这次整个选举失败 所以几乎没有立委在国会议堂了 但是你们还是有很多议题 会持续居住 你做一个这个时代力量党主席 现在又有些新的一些党员进来 等等等等 你很多人很年轻 你们会召开一个新的进来的党员大会吗 我们一直都会有党员大会 就是每半年 大概都会有一次的党代表大会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 焦点座谈也好 或者是党员见面会也好 来跟大家凝聚更多的共识 所以你还会持续做这样子的 会当然需要 对 其实你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讲 我觉得你那个儿哨问题的 那个守护神的形象还是非常强 那我发觉到一个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谈 就说我发觉现在这几年 儿哨问题很严重 而且很多家庭 不管是加害者或受害者 那种所谓的创 那种创众也蛮大 等等 那我觉得我们先谈这个 所谓被害者的家属的这种创伤 因为你有这样相对性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医秀 因为现在有网路啊 网路互相霸凌啊 还有你就像荒交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你也认为说要成立性暴力的专责单位 是 没错 因为这个对儿哨来讲 儿哨问题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因为小孩的年纪 少年人还没长大 所以非常复杂 心理各种各种状况 还有你也认为 现在这种三 叫什么三级式的辅导人 像这个你很伤心 这割活事件等等等等 等等或者女儿的事件来讲 其实我觉得以后这种家庭 因为儿哨就是家庭出来的嘛 可是家庭现在有网路啊 或者是双亲啊 双新啊 或者是单亲啊 等等都有很多 照顾儿哨不足的地步 产生很多问题 是 对 像如果真的这种 像这儿哨问题的创商人 就是这种有创商这种家庭 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我想跟你聊一聊 因为你有相对性的背景 我想其实分好多个层面 就是说我让他谈儿哨的议题 其实非常的广大 对 但如果我们先聚焦回来谈就是被害人 或是被害人的亲友们 如果有这样的创商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自己还蛮深刻 包括我们自己的事件 又或者是后来接触到蛮多被害人的情况 是 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很含蓄 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提出我们的需求 会麻烦别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 鼓励大家自己的需求 其实要勇敢讲出来 所以当你觉得你有需要协助的时候 其实不用害怕 也不用害怕被别人指指点点 那其他人更不应该贴上标签 你觉得需要帮忙 你就是把你的需求先讲出来 通常这种 最终而上问题的创商家庭来讲 他最大的需求会是什么 他不好意思讲的会是什么 我觉得光是他们要把这个事件讲出来 或者是陈述清楚 就是已经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自己的孩子 是自己的孩子 又或者是当事人 像性暴力事件 或是性侵害事件 有经过统计 大概都要经过17到20年 他才真的能够好好的讲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基本上 他能够要能够调查过去 其实蛮不容易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陪伴这些被害人们 要讲出来 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需要长期的关怀和陪伴 所以像最近这个信私密的案件 其实我们是陪了 大概从2021年到现在 其实是三年多 所以很不容易 那加上是他们会陷入一种 担心和害怕事 如果是数位性的暴力的话 数位性私密影像的话 就会变成他不知道 到底还有多少人看过我的影像 到底还能够多有流传多久 如果是实体的 就会担心的是 我会不会再碰到他 我会不会再成为被害人 或者是当别人 谈起这件事情 就怎么看待我们 所以我觉得对社会大众来说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去 而检讨被害人 因为以前多少那种保守的风气 就觉得说 谁叫你穿这么短 谁叫你自己单独去约会 谁叫你不小心等等 其实这都是非常不好的状态 那对于被害人当中 我觉得当他有心理上的需求 需要的时候 他应该提出来 我们也希望政府 可以给予适当的资源 来支持他们 所以在这四年当中 我们其实争取到几件事情 包括有年轻族群的心理支持方案 就是说你在30 应该是30岁 40岁 之前大概有几次的 这个就看心理师 或是征求心理咨询的可能性 还有每个县市 现在都有心理卫生中心 当你觉得你有需要 或者是你觉得心里有一股 很难发泄的情绪的时候 你可以去那边寻求协助 那重要的是 我们会一直告诉被害人士 不要觉得担心害怕 或觉得甚至觉得可耻 是不对的 因为不对的 永远都是那个加害人 你没有错 你应该要很方明坦荡的告诉大家 你也没有错 而我们要共同努力的是 减少伤害的发生 我们共同要努力的是 让行为人知道自己做错了 所以如果你有需求 你有心理上的协助 请你一定要能够说得出来 让外界的力量可以来帮忙 可是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好像是新剥削 或者是新剥削 或者消炎暴力 跟方来讲 什么三级辅导 像这个报纸也在谈 媒体也在谈 三级辅导 其实人手不够 非常不足 那你一直在呼吁这个事情 当然是 就需要这样的力量 那这个问题 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非常难 但是如果大家都做容易的事情 就不会有人去做难的事情 所以以后你们会不会专注 我就说 因为你现在是 等于时代力量的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对不对 你们会不会在这方面更加 更加强烈的提供一些意见 给政府等等等等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 那会不会更加强烈做 我觉得当然会 收敛在一些 比较大的议题上面 来做处理 但我觉得要让政府可以看见 老实讲 我觉得还蛮悲哀的 都要透过一次一次的悲剧 或是一次一次的事件 政府才会有感 那我觉得 就是趁着这些社会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们更有责任去把整体的制度 和整体的法律 能够跟大家说清楚 这件事情是会做的 那我觉得这是时代力量 以前做的比较不足 就是我们议题已经做得很深了 可是我们却没有把它转换成一个 大家可能听得懂 或是看得见的方式 我们有一种相信或单纯 或者是说天真 就觉得我们认真做 大家一定会看见 可是实际上不懒 我觉得现在媒体 因为非常的发达 包括自媒体 包括新媒体 还有原本的传统媒体等等 其实会让很多的议题性 或者是很多重要的事情 不见得被看见 所以我觉得媒体也蛮重要的 在这个我们也是个小媒体了 但是我想在最后这个广告进来之前 我就跟你讲这个 儿少性剥削这件事情 你认为两个专责的单位要出现 第一个专责就是 这种数位性暴力的专责单位要出现 另外一个 你希望能存在一个专责的一个机构 是能够对境外的网络 要去交涉或是要去怎么样 因为很多 他可能就是你告他 他会结束 可是影片已经传到境外的网络了 你认为说这种性剥削的时间 儿少性剥削 应该有两个专责机关 我觉得其实是同一个 同一个 对 然后他处理的不只是 只有犯罪的样态的追踪和调查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 台湾的部分的处理 或者是国外的处理 其实都是在于调查和追踪 去侦查的部分 那这个专责单位 不只是只有调查和追踪 其实还包括如何来保护被害人 刚刚提到 其实这些被害人 因为他不是重大刑事案件 也不是重伤害的被害人 所以国家的犯罪被害人的资源 其实是没有到他们身上的 但是因为他们是在耳少 被侵害到的这些人们 所以他的影响可能很深远 甚至会影响到他未来 从儿童成成人之后的 这些整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觉得 这应该是国家要给予 包括心理资源的部分的协助 那同时我也觉得 这个单位也有必要的是 能够逐渐跟上数位暴力的变形 因为像数位性剥削 数位性侵害的这件事情 其实老实讲 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是 他其实转变的很快 变形的很快 所以我觉得专者单位 有必要去增加他们 道高一致磨高一丈 是 所以他需要他能够 让自己能够跟得上 这样子的数位节奏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雨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瑜 我想我们刚谈到了 就是说因为时代的变化 那儿少问题 我就跟今天我们谈一下儿少问题 就是儿少这个暴力问题 儿少这种所谓的数位性犯罪的问题 受虐儿童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很多 自然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创伤家庭 那创伤家庭 这个被害人的创伤家庭 我觉得其实家人面对这个孩子 创伤的这个过程之中 家庭里面的成员应该有一个态度 可是这个态度有时候会让家人 会想吵架意见不合 弄家庭环境 就是说你就是你没管好 或者说你为什么才那么少出去 这是性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不注意安全 你为什么就等等等等 家里会先不合面对这个问题 而且如果被害人真的 这个被害人受伤很重 或者甚至死亡的话 那家里会更产生问题 因为其实你有相对性的经验 所以大家就问你是 就通理心更强 所以我想问你说 这方面的话 有没有做某方面努力呢 创伤家庭应该 你应该跟他们讲一些说 家庭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创伤 这样的创伤的过程 老实讲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也还在持续努力当中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也是超过我自己当初所想象的 其实我们事件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但是我们整体 你说我就是包括你跟家人 跟家人和小孩 先生小孩 到现在还在努力做这个事情 也都还在努力当中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办法 一下就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怎么就可以克服这件事情 你的经验 这个是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但是已经面对了 你的现在有点心得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我们要能够理解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所以每一个人面对创伤的做法 或是对悲剧 对面对悲剧的发生之后 能够妥协的方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期待 他可以怎么样复原 而是就是权力的支持 因为像我们家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面对创伤 或是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和做法都不相同 但我们理解到说 你这样做 原来就是希望 你能够照顾好自己 所以我都会告诉家属说 其实不要想太多 就是给你权力的支持 权力的陪伴 不要太有期待说 他应该什么时候 可以变得坚强 他为什么不能像谁一样 变这么努力 因为我那个小德泡事件的时候 事后 你丈夫比较愿意 跟大家分享经验 可是你那个时候 就是基本上 是不能用这个方法 因为你每一次都是痛苦 那你们夫妻之间 会以为这个事情 怎么去经过 怎么去经过 这个事情呢 我们其实一开始 会期待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或是一心来努力 但后来也能够理解到说 其实每个人 面对伤痛的方式不一样 就如同伟宗哥所观察到的 没有错 像我先生他就会 比较希望去接触 后来这几年期 他会愿意去接触 其他被害人的家属 觉得可以互相支持 但对我来说 但是我就觉得去面对这些事情 其实是辛苦的 我反而就是投入到公共议题上面 希望能够减少辛苦的发生 所以像一开始 比如说光是我们 要不要去山上看小人炮 这件事情 就是每年就是清明节 或者是他生日前 或是差不多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就会觉得 应该要全家去 因为他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但是像我们家的姐姐 他就是非常不愿意 他就觉得不去 他就不会伤心 去了他就会伤心 后来我觉得他愿意讲出来 我们也愿意尊重他 因为一开始的确会期待说 应该是全家一起去 关心这个曾经是我们家人 现在应该是我们家人的妹妹 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去 你是不是不在乎 但我觉得 有这样子的误会吗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心情 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小孩 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 那后来我也透过好好的去聊这件事情 他愿意讲出来说 他觉得去了 反而会让他陷入这样的情绪当中 他很难照顾好自己 所以后来我们也理解说 真的是每个孩子 或是每一个人 面对情绪的方式 面对事情的方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后来都会告诉很多被害人的家属 是不要一直去期待说 另外一半应该跟我一样 用这种态度来面对 但是因为每个人 其实是不同的个体 但应该是要尊重他 给他适度的空间 只要不违法 只要不伤害彼此的情况下 其实就让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疗伤 你们那个时候有请求外界的帮助吗 我们就是相对幸运的是 因为我们是重大事件 就是社会矚目案件 所以国家给予我们的协助是相对多的 包括孩子的心理辅导 包括我的心理辅导 还有我们自己的亲友支持团是很强的 这就是回到前面是 我觉得的确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支持 那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说 当你觉得有需要 其实不用不好意思 应该勇于开口 当时我们其实在事件发生之后 我很清楚 我没有心力照顾我的小的孩子们 因为小的孩子那时候才两岁而已 然后我的亲友 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很愿意说 那我不知道家里帮你照顾小孩 但我的爸妈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可以了 不要麻烦别人 总会觉得麻烦别人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已经这么辛苦了 我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有稳定的生活 所以我就拒绝了我爸妈的建议 然后让我的朋友们来我们家里 所以当时我们家算是支持很强大的 就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三餐轮流 来陪伴我的小孩 煮饭给我的孩子吃饭等等 那我后来事后来看 我觉得这段日子的稳定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的确我们大人还有我们自己 都在一种完全不知道怎么生活 而且充满恐惧的状态当中 其实你是真的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照顾孩子的生活需求的 所以我会提到是 如果我觉得被害人的家属 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 不论是心理上的 生活上的 甚至是经济上的 我觉得都不要害羞 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应该像大众伸出援手 希望能够这样 是告诉大家说我需要帮忙 请大家来帮忙 那孩子你们的孩子 现在基本上面对这个事情 这个过程现在好多了吗 其实现在仍然在辛苦当中 那因为大的姐姐 因为现在她比较大高中了 所以她当年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两个孩子当年只有两岁 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发生什么事情 那后来就是因为 他们开始使用网络了 孩子们会上网去查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她反而就会不太知道 怎么理解 会去度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 有协助的状态下来协助孩子 对 现在也有一个状况 因为网络太发展了 然后你不能去管网友 讲些什么东西 那很多人都很担心说 孩子长大之后 他很多状况 甚至孩子有可能也是 某些社会世界里面的亲属 他小时候不知道 长大都会看到 甚至一种创伤 大的创伤 小的创伤 小的创伤 那他在网络上看到 又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事情 像贵府的事情 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两个孩子那时候小 他现在长大 他懂得读网络了 而且网络有太多太多讲法 你怎么面对呢 对家长来说 我觉得最好的做法 就是好好的告诉孩子 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可以不要用 这么刺激的行动 这么激烈的行动词 就是好好跟他说 的确就发生了这个问题 但是如何能够回复到 原本的生活是心理状态 我认为寻求专业的协助 是有必要的 你很多场合在强调说 媒体对儿少 或者一些犯罪的一些 一些很detail的一些事情 不要报道的太过详细 你一直在呼吁这个事情 可是我看媒体本身 现在还是 还是非常嗜血的 跟鲨鱼一样 对 而且越来越严重 你的呼吁 你认为到今天那么多次了 媒体都不都不愿意 等等都不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媒体是太多太多 需要改进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力量 去改变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逐步在改进 但是它是缓慢的 那我也觉得某种程度 我也会有点觉得 NCC不够努力 因为我觉得NCC 其实是可以 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强力来做要求 那一些是选择性的努力 不努力 有一些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对NCC 还挺不满意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很需要公民的力量 为什么我会说 我并不这么悲观 当然我觉得 我们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我并不悲观 是因为我们当年的事情 其实也是靠亲友们的帮忙 让我们能够度过这段时间 因为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其实很多媒体 为了要清楚报道 所以他可能会用一些 现场的照片 甚至是马赛克非常勤 或者是没有该摆布的画面 其实这对家属来说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就是每看到新闻一次 你就会伤心一次 但是我们的确当下 是完全没有力量 去处理这些事情的 但是我们的亲友 就觉得这样不对 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他们就逐一打电话 给每个媒体的自律委员会 对 所以后来其实 媒体有的确 后来重新处理这些照片 但是我就觉得还蛮惊讶的是 哦 原来只要我们的朋友 愿意打这个电话 就有可能能够改变这些事情 所以我一直都会 透过讲座也好 透过演讲也好 或分享 我都会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觉得 你只是一个公民的力量很小 只要你愿意一起来努力 一定可以让社会可以改变 而台湾的进步 需要每个人一起来努力 好 我们随随随便马上拨戴 大家好我是王宇忠 欢迎收听 我说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宇 那这个最近很辛苦 但是呢 我们还有很多一方面 为你们加油 因为变成个小党 现在国会又没有所谓的立委 那你又借了这个党主席的工作 你觉得还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 要对这些新的党员 旧的党员要负责任 这个你还是觉得小党 在这个整个在台湾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非常重要 而且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可是你看民众党 现在变成 他取代时代力量 变成第三大党 可是他的地方选举 还是这次 也等于全军覆没 所以 对你们这更小的党来讲的话 有更多要需要努力的方向 有 我觉得几个部分 就是从外部的政治的变化 和我们自己内部两个方向 都应该来做讨论和检讨的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来检讨 是时代力量这八年来 社会不是没有给我们机会 但是因为我们的确是 随着三一八而起 而且是成长得很快速的一个震荡 我们第一次就拿下了五个立委的喜次 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我们自己的 内在的功夫做得很扎实 所以看到其实包括刚才提到 有一些人的离开 或者是说很多议题 很多事情 我们做得很好 但我们却没有好好地去呈现出来 让大家可以理解 又或者是 我们也在经费的使用上 我们现在正在做检视 说是不是有可以 未来是应该要调整的部分 因为一年那时候 有三千万到五千万的补助款 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 的确我觉得应该做检视 所以一个是我们内部 到底哪些事情做得不好 我们应该来做改变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第二个部分是 就是当政治的结构 让第三势力的空间 仍然维持着 只是都被民众党整个 拿走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不能继续能够 让大家看见 时代力量的价值 和时代力量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是我们刻不融化 应该要做的事情 了解 那我们就看看 时代力量在你的领导之下 怎么去走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前一段 就说创伤 这种被害人 在而上问题的创伤家庭里面 你们也经过相中心经历 有一个事情我听过 就是在那个时候 所谓的修复式的这种 修复式的这种司法正义 这只要被害人跟加害人 双方愿意开始见面 谈谈这个过程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出路 否则大家出口 否则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出口 对你来讲 你曾经见过这个小灯炮的这个加害人 我们没有 应该说除了在法庭上之外 其实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那你后来说这个修复式的这种 因为这个只要经过一些程序 双方都愿意 然后还有心理专家 还有法官 一些司法的单位 来一起配合 才能让这个被害人 跟加害人 就被家属 或者能够见面 这种叫修复式的司法正义 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我觉得它是可行的 后来为什么你没有跟他见面 我们没有见面 是因为他其实中间有所谓的修复者 修复出境者 那我们的个案上他评估之下 是这样子的碰面与否 或者是修复式的司法 能不能进行下去 是不可行的 因为对方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的混沌 或是非常非常 他是精湛 是 所以后来就是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们在司法的过程当中 一再的诉求 要去看到他的生命史 那这件事情在司法 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或是他曾经做过哪些事 或是他发生什么事情的 在我们的个案上 我们的精神鉴定报告里面 真的做的蛮完整的 从他国小的同学 到国中高中 然后后来到社会上 还有家庭的这些调查 其实都有找到相关人 来做访谈的 那我也的确 从这样子的访谈过程中 我才有更多的看见和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人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国家 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是单单个人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 我仍然相信修复师正义 是有必要的 只是在台湾 专业的培养 其实不太够 专业去处理修复师正义 修复师正义 所谓的促进者 这件事情 叫做什么者 促进者 促进修复者 促进修复者 但其实并没有很严谨的训练 那另外就是 大家对于被害人的理解 或是想像 或是对修复师正义 其实并不理解 所以后来其实有一些人 在推动的是 校园里面的修复师正义 如果我们可以 从比较小的地方 先开始做这样子的处理 其实是有机会的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以前在学校当中 很容易做错事情 就要告诉写个回过书 然后说对不起 但是这个对不起 其实是一个 不见得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虚伪夷 或者是他知道 对方要听的是对不起 所以我就说了对不起 但是修复师正义 并不是真的知道了 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 或是影响了些什么 那修复师正义 其实就是在处理这个部分 所有的人 包含当事人 两位当事人好了 或者是他周遭的人 能够真正理解 这件事情是什么 包括对于对方的情绪的影响 对于对方的伤害 还有为什么自己 会做这件事情 他也要有一定的理解 才会知道 我未来怎么改变 不然我说对不起之后 我的本身的状态 或是本身的理解 没有改变 他有可能会一再而再的 继续发生 然后继续说对不起 就那个严格讲起来 那个病源 这个社会 或这个事件的病源 其实并没有找到 对只是这样子 就为了加快 赶快破案 或赶快定型 就这样去做 对 社会这个状态 我觉得会有 所以我觉得修复式正义 不论是在校园当中 从这个孩童之间的纠纷 或者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 这些不当对待 或是处理 或者是到真正进入到 司法案件里面的修复式司法 我都很希望可以继续来推 这个事情是我 我也喜欢研究社会议题里面 我最近看到这个修复式正义 这个在很多很少媒体 或者是去谈这样的事情 可这个事情 我觉得社会的变化太多了 因为犯罪因素以前就情杀仇杀 或者是情杀仇杀 或者财杀 或者什么等等 可是现在犯罪的心情有太多太多了 而且21世纪 由于政客方面或者金章 其实是一个黑死兵 很多社区都会有这样的状态 都是不期而遇的 或随机杀人等等 会让人家觉得很心慌 心慌意乱在这个社会上处了 那像我觉得有修复式的正义 修复式的司法正义 其实很重要 就是要了解各种不同的一些 一些犯罪的模式 这些加害人怎么会突然 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很重要 你们会再去做这个努力吗 其实一直都有在努力 因为我觉得倡议的路很长 他可能像这个议题 其实大家不了解 他可能需要10年20年 甚至是更久30年 才有更把改变整体的价值观 或者是主流文化 所以他不太会变成是政党的主力 但我觉得他是重要的 可是在你们家这个 这个这么大创伤里面 你说其实这种 虽然这个修复式的司法正义 并没有完全 你也不是没有完全做到 但是当初在司法的过程中 法官说有爬梳 加害人整个的犯罪情况 跟他的背景 对你的心情或各方面来讲 是有某方面的 这个叫什么疏解 或者是有方面的出路 是 我觉得是有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也是透过这样的看见 我就觉得有时候蛮悲哀的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选择我们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但是有时候的确很多人 会犯下犯罪事件 不是帮他们解释 而是的确会有种种的因素之下 而导致他们发生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作为的 那就是每个环节的疏漏 或是每个环节 都没有人可以把它解住 所以导致这样子的遗憾的发生 这个事情一开始 我就知道的话 曾经你赞成过加害人 他应该是死刑的 后来判了武器徒刑 那现在又在谈废死的一个问题 你这方面 你自己的体会是怎么样 我想在谈台湾 谈废死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主题 印象中大概都是10%到20% 才会支持废死 但我们知道说死刑的存在 其实是对人权的一种伤害 所以普世价值的确 会朝着枉费死的路线走 可是我觉得台湾 现在的状态 是不能够没有死刑 因为刚才提到 我们看到被害人的状况下 同时也看到 我们的报告当中写到 他其实没有富人的可能 因为台湾现在 没有这样子的支持能力 也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让他的家庭和他个人被协助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其实还是选择了 希望能够诉求极刑的方式 来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 谈死刑或是废死的议题 都不要太快的跳路 要不要存在 要不要废死而已 而是要看的是 我们如何让台湾的 可能犯下死刑的 这些事件能够减少 包括刚才提到的 被害人的协助 我们能不能多做一些 包括精神障碍者的协助 我们能不能多做一些 包括儿少的部分 家长怎么样来照顾 教育孩子 教养孩子的部分 能不能给他们更多的能力 我们不要养成这样子的人 我们就有可能再去谈 可以要去找根源 你现在讲这个东西 为期太早 社会还没到这个地步 而且社会变化很大 现在而且台湾的儿少问题 还有增加之趋势 就是越来小孩越来越辛苦 家长越来越辛苦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生 是真的 好 这另外一个一宿 我们回来之后再聊 来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时代力量的主席王宇宇 我们谈到了 刚才他也用很快速度 讲了一下 时代力量未来的努力方向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对你另外一个意思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几年前的一个文章 就说 你看了一个一本书 讲双心家庭的一个过程 就会双心 现在台湾很多人双心家庭 你跟你丈夫当初也是双心家庭 双心家庭有几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 可能就生亡孩子的一个忙碌期 再来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再回到职场上 然后会有一个中年危机的事情 再来就是空窗期 所以很多因为双心家庭一起工作的时候 可能在家里面会产生一些状况 等等一些冲突的一些状况 这个状况你觉得你就了解了 可能也会造成对儿少的照顾不周 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发觉不全 可双心家庭的确在未来就是主流了 你的看法怎么样 所以时代力量有蛮大一个主轴 在谈的就是所谓分配不正义 或是世代不正义 分配不正义 对 因为台湾可以看得到 数据上也显示出来 就是我们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 那包括授心结底所占的国民所得 是非常低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财富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的手上 这个比例和这个数据上都是有这样的呈现 所以让劳工觉得好像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但是薪水却没有变 这不只是感受而已 其实事实上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推的包括说 所谓要解决分配不正义的事情 包括税制的改革 或是劳动环境的调整 都必须要能够重视 才有可能让大家未来能够解决掉 真的是双心家庭又要育儿的情况之下 它能不能比较有抑郁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方向在谈 的确台湾大幕都是双心家庭 那比较短期的来看就是 台湾的孩子的外送托率 就是说孩子给人家照顾的比例 其实跟世界来比都还是偏低的 我们现在大概是20几% 但世界趋势是35%是比较健康的情况 那为什么孩子没有办法送托呢 它导致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是送托之后要有足够的人力 我们台湾的幼儿教其实也是缺资源的 幼儿照顾者也是缺资源的 保姆也是缺的 所以你很难把孩子拖出去 甚至是选择一个你放心的环境 所以导致是很多时候生了孩子 被迫有一方要暂时的不工作 来照顾孩子 这是其实通常这个情况之下 加上男女的收支的条件不同 所以往往请辞回家的会是女性 这也导致很多的女性 其实越来越不敢进入婚姻 所以我刚才提到整体来说 我觉得必须要解决这个分配不正义 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双薪家庭 仍然有比较健康的工时 或是比较健康的收入 能够生养小孩 短期来说我们一直在推的是 能不能让我们的幼儿教师 能够更被支持的 有更多人愿意投入这个产业当中 OK 那你这个 你现在讲这些 我问了很多问题 除了以前那个创伤的问题 也问很多这个社会 现在必须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等等 你回答速度是快 这跟你当你协做工程师 新竹科学院去做工程师 做行销经理 这几年的变化 对你来讲也很大 非常大 然后也进到政治这个领域里面来 真正在立法院做委员做了四年 参加这个时代力量 从2019到现在也五六年的时间 变化非常大 本来你想就是这次没有选好也想离开了 可是又回来做党主席 对你自己这个 从这样子一路的变化来讲 做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你觉得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到政治圈来帮忙 就把这些以前做的社会公益等等事情 等等来做这些事情是对的吗 我的个性大概不会去想 要揭拔 对或不对 而是想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快乐的 是不是在乎的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因为对或不对 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它就是另外一种二元价值的呈现 放长一点看 是我就觉得至少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真的推动一些我在乎的事情 通过一些法案 是然后我也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这样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虽然其实是我们因为经历了伤痛的过程 才得到的 但是这个过程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 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珍惜这个机会 而且在这四年当中 我们真的推动了 也协助到的很多人 我觉得这个过程 是让我觉得值得很快乐 所以我觉得它是值得的 但是对或错 就很难去评估 了解 对啊 我这个问题也是 不能用二元价值对跟错 对就是真的 你认为是 目前来讲 觉得对这个社会来讲 你又尽到你的一些责任 而且帮助了一些人 其实也帮助了我自己 对对对对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了 OK 所以你认为这条路 还是非常值得走下去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你可能真是国会里面 没有立委 可能你真的 等于是没有刀的将军 这个资源那么少 这又是一个不太好走的路 的确啊 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持续 去关注时代力量 也跟我们一起把这些重要的事情 不论是不是有力 我也在执行 但是如果觉得 跟你的生活有关系的 能够一起来思考 一起来努力 OK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了 时代力量的主席 代表我们也是一个小媒体 但是我们也尽量公平 感谢感谢 希望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让大家看见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